中国女星范冰冰涉嫌阴阳和同逃税案 案件事实已经查清 根据新华社报导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和江苏省税务局 今天公布了案情细节以及罚款戏目 指出 先前范冰冰在拍摄电影大轰炸的过程中 实际拿到的骗酬是3000万元人民币 但只有三分之一申报纳税 其余2000万以拆分合同的方式 偷逃个人所得税618万 少缴营业税及附加112万 合计730万元人民币 根据法律规定 范冰冰的每一项违法行为 分别被处以0.5倍至4倍罚款 有些还要加收质纳金 当局查到范冰冰以及她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 少缴2.48亿的税 其中偷逃税款为1.34亿元 因此要被追缴税款2.55亿元 加收至纳金3300万元人民币 对于范冰冰采取拆分合同手段 隐瞒真实收入 即以偷逃税款 除以4倍罚款 即2.4亿元 利用工作室账户 隐藏个人报酬来逃税 除3倍罚款 即2.39亿元 范冰冰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 少计收入来偷逃税款 除一倍罚款 即94.6万元 另外范冰冰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两户企业 没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除0.5倍罚款 即0.51亿元 以及非法提供便利协助 少缴税款 也除0.5倍罚款 即0.65亿元 因此合计8.83亿元人民币 报导有称 中国刑法第201条规定 由于范冰冰是第一次被税务机关按偷税 予以行政处罚 且此前从来没有因为逃税 而受过刑事处罚 因此只要范冰冰在规定期限内 缴清这8.83亿元天价的税款加罚款 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华尔街电视新闻 记得出演箱整理报道